玩曲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董事长乐团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 TVHS1.9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 TVHS1.9台 奇妙的人生 奇妙的命运 让我们一起找到生命的意义 揭开灵魂的秘密 欢迎收看今天的 命运真奇妙 我是克拉拉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 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一起探讨过 身心灵整合疗法的 Avan 今天他又再度的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要跟我们谈一谈的主题是 水晶的奥秘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非常精彩 我们现在就来欢迎Avan Avan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 大家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看到我们桌上 有一大堆的水晶 那都是基本上都是 Avan带来的 那里面也有几个 这个我掺杂在里面的 我们的这个水晶的collection 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 探讨这个主题 主要是因为 很多人尤其像女生 其实是很喜欢收集这个水晶的 像我自己来讲 我就不太喜欢这种黄金 那钻石的东西 可是我很喜欢带这个水晶在身上 作为这张视频 因为我觉得水晶感觉上 它有很多能量啊 跟这种可以帮助我们的磁场 变得更好 对 其实不一定要女生才喜欢收藏 男生也可以收藏 好好好 我这个完全没有这个贬低的意思 anyway 所以首先你能不能就告诉我们 你对于这个水晶 它的这个功能 它真正的功能跟作用到底在哪里 是 水晶是由百万千万年才形成的 那么它都是某一种矿物质 经过地球这么几千万年的变化 这个水晶就有你看五颜六色 那从古到今人们都很喜欢水晶 对 从这个上边的英国女皇皇冠 你看她都喜欢这些水晶宝石 到大众民间大众也喜欢这个水晶宝石 那么原始的人喜欢 现在的人也喜欢 它作为水晶矿物质来讲的话 它是地球上边最多的 这个最多最多的矿物质源 所以是比这个钻石还多吗 钻石其实也是矿物质 它是经过heat 就是高温 高温 对 所变成的水晶 那么水晶钻石呢 是就是比较贵一些 稀有一些 对 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 这个水晶它有它的能量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开运 或者是很多做风水的人很喜欢用它 到底它 你认为它对我们的作用到底在哪里 当然它可以时常的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要达成了某一种身体上面的目的 所以你认为是一种提醒 对我认为它主要的功能是一种提醒 而且在水晶的话 它五颜六色 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就会有某一种的灵感出来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颜色是通过视觉 那么我们视觉在五感里边的话是占70% 所以美国人说它的 水一样这个漂亮的这个水晶 这是什么水晶 对你知道它为什么你喜欢这个 你第一眼就看到它 因为它这个叫天使蓝水晶 天使蓝水晶 对 所以你对天使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 所以你第一眼你就看到它 那么你为什么看到它呢 我可以拿起来吗 可以可以 那么这一颗其实和这一颗都是天使水晶 对一个白一个蓝 对一个白一个蓝 你当看到这一颗的时候 你就会想象到那蓝天 对 碧蓝碧蓝的天 就好像你看到蓝天的时候 你的感觉会看到阴云密布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对而且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 放松 然后很舒服 觉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的感觉 对 所以这就是你所谓的提醒 对 它提醒我说 其实我从心里可以幻想出那种 感觉非常的舒服 很放松 很舒服 这种舒适的感觉 没错 就是天使与你同在 你看到它就提醒你 可能天使就在挖抽了 但当然它有它本身 本来就有的带来的这种天使的能量 对 还是有的 那我再来看看 我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 我们都说很多人都很喜欢白水晶 就透明的白水晶 可是这个白水晶它看起来 跟一般的白水晶不一样 因为它上面有条纹 这个是什么水晶 这个呢它叫拉姆尼亚白水晶 那么拉姆尼亚白水晶它每一个水晶都有故事了 当然这个故事又很特质 它是这个传说中的亚特兰大的人呢 他们用这种水晶来做治疗 那做治疗而且它可以储备了很多的智慧和能量 那这个水晶在所有的白水晶里边就是储备能量最高的 那么当你拿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们那个手上麻麻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听说这种水晶它有 就是传说啦 它其实有累积了一些当时这个Atlantis 它的人所留下来的一些高科系跟一些高智慧一些知识 所以很重要用这种水晶来做这种通灵的这种工具 人家说这个上面一条条的条纹 其实是像一个bar code一样 所以你要自己去解码 那怎么解码的话 我想是要是为什么这个水晶是这么神秘的原因 对你这个水晶就很很很我很喜欢 我看到这个水晶就想起当初那个超人那个副电影 你有没有记得 他爸爸从那个胸球上面给他很多很多的智慧累积 那么都累积 对超人 store到这个水晶里面 对在水晶柱里面 然后超人飞到那个水晶洞里面 然后他把一条一条的水晶放在那个里面 然后啪一下那些智慧开出来 所以人对水晶的这个理解 好像从苦到极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说到白水晶 我就要再说这个也是白水晶 好可爱好可爱的两颗像蛋一样的白水晶 可是看起来又像我们平常像我手上戴这些白水晶又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 不一样 这个也是能量很高的 我也喜欢 这个叫喜马拉雅白水晶 它的这个透明度很高很高 对 超白 它形成的时候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原上面形成的 所以水晶的形成都是百万年千万年 我们说过 当你看到这个水晶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它好透彻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 对 而且我会也是有这种很清凉的感觉 所以你刚刚讲的 that make perfect sense 因为你说它是从喜马拉雅山来的 对 我感觉就是跟这种神圣的这种能量是很有连接的感觉 对 它很神圣 所以你当你握到 握在手里面的时候 你的感觉 它可以 清 帮你清除 净化 净化 对 可以净化 好像我们这种身上的这个 感觉上即使你没有到喜马拉雅山 可是你 因为握住了这样的水晶 你自然而然可以 就 在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自然而然跟喜马拉雅的这种高能量有所连接 所以真的是非常神奇 对 好那我们现在要广告时间先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再跟艾文再多聊聊水晶的奥秘 又必胜全新第二代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机震撼上市了 何佳欢BM2000内建2TB硬碟 有32000多首歌曲 80%的原生原影歌曲 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以及HDMI的高清输出 给您唱得过瘾又开心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扮长机 让您听歌学歌标歌都开心 详情请下北加州总代理悠唱国际 18669882679 186698826 中城地产服务湾区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Gore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 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Gore 以忠诚的服务态度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 为您免费提供房屋股价及市场分析 详情请致电4084095688 4084095688 欢迎你有兴趣的人士加入我们的优秀团队 一年至少吃一次 用心做的好月饼 生计月饼 北加州最大的新型休闲健康养生超市 韩国超市 天天供应精致的健康养生食品 新鲜肉类 海鲜 家用电器 日用百货 货品集权 物美价廉 韩国超市位于Sunny Rail El Camino Rail 进Lawrence Expressway 七天营业 欢迎会过 各位湾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Frank Ho 财词生活杂志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财节目 湾区的生活大小是 举番经济 工作 赚钱 科技 我们节目都将为您cover 每周四晚上八点 请不要错过 TVHS 红兴卫视 1.9台 财字生活杂志 欢迎回到我们命运真奇妙的节目 我们刚刚跟Evan聊到了很多这个白水晶 那我们讲完白的 我们来讲黑的好不好 好 那我看看这桌上有 哇这个 就挑这个好了 最大的这个 这个同样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一种水晶 来帮我们跟大家介绍介绍 这个叫黑壁玺 观众朋友可能非常了解这个西瓜壁玺 因为西瓜壁玺很贵 对非常非常贵 大家都知道 西瓜壁玺 那所有壁玺里边粉色是最稀有 那么这个是黑色 如果仔细看呢 你会发现这个黑壁玺里边是闪光的 所以它是黑色 黑壁玺 这个是黑壁玺 这个也是黑壁玺 黑壁玺的手链 黑壁玺的手链 它的主要功能在哪里 壁玺 壁玺 对 所以这个像我自己也常常在使用这个黑壁玺 因为如果感觉到这个最近比较多负面的这种能量跟情绪的话 我可能会大量的使用这个黑壁玺 那顺便我也可以提醒各位观众 很多人啊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啊 用这个黑壁玺也蛮好用的 就是放在你这个床的这个角的地方 这个会帮助你的睡眠 对 那我们讲完这个黑壁玺的话 我们再来讲一讲 这个另外也是黑的 这比较亮的这个黑的 这个叫黑钥匙 黑钥匙 黑钥匙 中国人蛮喜欢的 对对对 中国人喜欢黑钥匙 因为他们不是很少见到黑壁玺 因为中国人比较喜欢挡 对 就是挡小人 挡坏运 还有挡病气 挡病气 对挡 那等一下呢 我可能会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对 为什么要挡 什么东西要接 这样 所以这个黑钥匙好像就是我听说是挡病气对不对 对 很多身边的人喜欢带这个黑钥匙 对 对好 那我们讲完这个 它每一个里边都有眼睛 那还有这个黑色的 这个是鞭石 鞭石我很喜欢 鞭石是山东的一种石头 差不多5000万年以前是这个陨石砸下来造成弄成一个坑 那么坑呢然后又拱起来它里边含有30多种微元素 而且我听说它还有也是有这个致病的功能 对远红外部 哦远红外线 工医工具的一种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翻译来的这是他们的主见 他们主观那么水晶的话会对你讲话 你看到这么一桌子东西的话肯定有一串 或者是两三个这个东西对你比较感兴趣 你一看见就很喜欢 比如说哎呀 我看见这个很喜欢 我就拿起来 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东西是这个 它叫利比亚沙漠陨石 哦这种陨石 对它是陨石砸在沙子里边 然后把周边的那个沙子也化掉而形成一种陨石 那埃及法老带的那个这个这个装饰上面就有这个石头 哦 哦 那么 那如果一个人喜欢这个石头 那代表什么意思 它是太象征太阳的 我为什么喜欢它 因为我喜欢太阳能量 就烧啊 把那个摒气全部给烧掉 那么有人可能喜欢粉的 那他一看哎呀粉的粉的 那他为什么对粉的比较感兴趣呢 他肯定是因为工作劳累 因为粉的 你一看粉的 小小今天粉的 我希望给大家带来放松 对安神 跟这种欢乐的感觉 对对谁不喜欢粉色呢 对吧 人家看见你穿粉色就会喜欢你 可是粉色很多人都说这个粉色是招桃花招人缘的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哦我觉得没错啊 因为你不管别人喜不喜欢你 你看到自己穿粉色自己先开心 那谁又不喜欢开心的人 对吧 所以你一天愁眉鼓脸 那肯定你找不到男朋友 因为女生来讲的话 对吧 那我也来挑挑我自己最近喜欢的水晶 所以如果这么一大钟 我自己呢 最近的我可能就会一看到 我就喜欢这样子的水晶 我就看了就觉得很喜欢 你觉得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蓝海宝 对海蓝宝 海蓝宝对对 海蓝宝 海蓝宝它是蓝色的蓝色系列 那么蓝色系列的话 它是有一种非常安神的感觉 所以说明你最近可能烦恼的事情 对工作繁忙 工作繁忙 比较繁忙 对为了帮大家找到很多这种我们弯曲的这些神人的 所以压力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能对那个海蓝特别的有 对 彭彭刚刚的天使的这个水晶也是 对对对 那说到这里 那我在想 如果有人最近特别喜欢红色的东西呢 他说我看到这个红色的水晶 我特别有感觉 那代表这个人最近有什么 红色是创作 你是这个要创作 要有东西要发出来 要有一种能量来激发你 内心里边要完成的事情 你就喜欢红色 那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请教一下Evan吗 如果说今天一个人他想要买它 适合的水晶 那他今天去了一个店里面 那可是他今天可能会觉得说 我同样又喜欢红色 又同样喜欢绿色的 我又同样喜欢黑色的 那他应该要怎么样挑选呢 你可以三个都买吗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说 你现在今天你喜欢什么 以后几个礼拜几个月你都会喜欢 因为你喜欢东西不一样 或者你所求所想的 你肯定会特别特别喜欢一个东西 那你可以说这种红色和白色连起来 那么就是说在你创作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清澈的目的 所以你可能喜欢白色和红色的 我今天我也想要再量了这个 这个很漂亮的黄水晶 这个黄水晶看起来非常的贵气 对 黄水晶 黄水晶我们中国人说它是招财的 因为真的看起来就是很贵气的感觉 像黄金 闪闪发亮像黄金 那么黄色其实它真正能量是创造 因为你看到它的时候就激发你的那种 creativity 就是创造力 创造力 想象力很丰富 那当然了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创造力想象力很丰富 你当然会发财 对 所以有点 我说创造也像创造财富 对对对 而且我要讲就是这个黄色 代表它也是这种 这个财富的能量 所以这个黄色基本上跟土地的颜色 跟这种财富的钱的颜色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黄色可以 等于说是提醒我们说 其实我们自己自身就有这种 创造财富的能量 我们借由这个水晶的力量 我们可以把这个力量用出来 知道我们不是停在这边 什么都不做 而是我们可以去创造 这样子的一个财富的力量 对 黄水晶我很喜欢 因为最近我发现很多人 他好像逼到一个角落里边 他没有出路可走 好像有钱又涨了 这个 但其实他可以提醒我们 其实真正力量不是在外面 是在我们内心 没错 我们现在广告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呢 再跟Evan再聊一聊 我们要怎么样进化我们的水晶 我们广告之后 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 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 与知识为您提供三省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 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新兴公司为您推出老牌子精华午餐肉 精华午餐肉肉质细腻 口感鲜嫩 风味清香 料理方法千变万化 最适合东方人口味 多种吃法满足您挑剔的味觉 不管是炒饭炒面 或是制作三明治 各种中西料理均可搭配 精华午餐肉 经济实惠又方便 各大华人超市均可购买 这个才是极终的本性下面 精华午餐肉 一部咪皮拉虾面 虾面十足的精装翻成虾面 现在还有两款全身口味 胡椒辣面和素面 一样令你忍不住口啊 你曾经体验过能够洗涤心灵的能量占卜吗 你希望能与内在的潜意识深层对话吗 克拉拉塔罗能量占卜 灵气催眠治疗 帮助你在异变的外在世界中 找到属于心灵中安定的力量 请致电408-219-3303 408-219-3303 期待与你新的交流 您想推广您的产品以及商业业务 深入到湾区的每一个家庭里吗 红星卫视可为您的行业量身打造 不同的电视广告企划 让您的产品深入人心 让您的业务蒸蒸日上 请赶快和红星卫视的广告业务部联络 广告洽询专线 510-585-6187 510-585-6187 这是一个台湾从来没有人从事过的工作 我们生活的这些美的部分呢 用秀针的方式把它留下来 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在从事秀针的时候 我哪一样懂 我什么都不懂 就是从失败里面获取丰富的经验 事情要解决没有那么难 你要不要做而已 这就是我的迷离世界 欢迎回到我们命运真奇妙的现场 我们刚跟Avan聊到很多挑选水晶的方式 Avan我想请问您 能不能告诉我们观众 我们到底水晶要怎么样子的佩戴 你看好像你的白色都带在左边 这个黑色都带在右边 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对可以 因为水晶的话 我这个人的身体都是有循环的 往那这边进这边出 有人喜欢说把黑的带在这边 我喜欢把黑的带在右边 因为我喜欢让自己的内心里边的黑暗出去 那么出去以后呢 才可以有清晰的这个信息进来 干净的进来 所以它是这边进清的 这边进黑的 这边除黑的 就好像中国人说呼吸 为什么不是吸呼呢 呼吸就是说你要先把黑暗的东西 脏的东西吐出去 你才有空间来吸这个好的东西 所以我做这种清自身的时候 我相信真正黑暗的东西 真正不好的东西不是外边来而是内心自发的 所以黑的要在右手 我喜欢戴右手 对 那么就是这个是清自己心里边的脏东西 好 那么你如果把黑的带在左手 那就是去抵制外边来的不好的东西 有点像是去挡这种外面的负面的相机等等 对 就好像长城一样你是挡外边 就像你刚刚说中国人一般我们都喜欢挡对不对 对 所以中国人的话比较喜欢 把挡黑色系列的东西放在左手边 用来挡 所以其实这带两手其实都可以 但是应该是用白色的带在左手来净化 然后从黑的这样子这个排出去 对 那说到这个排出去 我就会想到这个水晶其实也是需要净化的 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常常会吸收的很多这个负面能量 你说这个白色的这个水晶带左手去吸了很多气之后 或者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吸到我们可能喷的香水 对 或者是一些lotion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清理它 对 你可以有一些石头 水晶石头的话 它可以用盐水来泡一泡洗一洗就可以了 有没有这个盐有没有特殊的讲究 盐就是清 帮你cleansing 是一般的盐都可以 海盐 要海盐 对 要海盐 对 sea salt 来清 那么因为水晶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阴的 它没有在太阳暴晒底下形成很少 那么阴的东西需要月亮来清化 当满月的时候你放一面镜子 在外边可以反射月光 然后把这个水晶放在镜子上面来清它 或者可以用这个草 这个叫树微草 树微草 树微草 这个你是说点了这个火之后来用这个烟来熏 对对对 用来用烟来熏 因为有些水晶是不能沾水的 对我们看看这边 像这个Celenite 这个水晶它就是不能沾水的水晶 它如果沾到水的话 它就有可能在这个内部产生这种破裂的这种现象 对 好 那我们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跟各位观众提到说 其实我们今天大家很幸运的就是 我们今天阿凡今天带了这个水晶 要来送给我们观众 对不对 对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要送给观众的这个水晶吗 这个是紫黄晶 那么紫黄晶是一种平衡 因为到现在 这个大家工作都很繁忙啊 情绪很混乱啊 需要平衡平静 当你很 它是为什么平静 它是天然产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 是紫晶和黄晶的同体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 将会赠送出这个 市价120元的紫黄水晶 那我的问题就是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黑色的 可以辟邪至失眠的 这个石头叫做什么名字 那如果你写信给我 claratvhsusa.com 我们就会赠送这个写信给我的 第一个人 又答对这个问题的人 这个市价120元的紫黄水晶哦 那在你的email当中 不要忘记 附上你的姓名以及地址 那我们就会有机会 把这个紫黄水晶送给你哦 那当然我们要谢谢大家 今天的观众 不要忘记下周六晚上9点 锁定我们红心卫视一点酒胎 让我们相约在 命运真奇妙 我们下周见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柯拉拉 现在就由我来告诉大家 本周星座运行 本位星座有 摩羯 天平 舞羊 跟巨蟹座 摩羯座的朋友 生命在持续的忙碌当中度过 本周呢 你将会有共同信仰 跟心灵契合的朋友 给予你生活中的支持哦 天平座的朋友 你的生活似乎有一些乏味 不过本周你将会有一些同事间的聚会 为你带来你生活上的一些乐趣哦 牡羊座的朋友 本周你的心情似乎摆荡在 倒流流在旧爱 还是选择新欢的一个复杂的心情当中 请避免一不小心变成变相的劈腿哦 继续座的朋友 生命中将有重大阶段性的改变即将发生 你将会有面临重要决定的时刻 所以你请你跟随新的感觉 来面对你接下来的选择哦 固定星座有 金牛 狮子 天蝎 跟水平座 金牛座的朋友 本周你感觉你对你的人生充满了希望 但是你却会在美食跟嗜好当中获得满足 所以要小心哦 因为过度享乐 又不运动造成了体重问题哦 狮子座的朋友 本周你有机会认识新的朋友哦 你的应酬机会将会大增 所以请看紧你的荷包 请防破财 天蝎座的朋友 你的工作跟你的感情 都在十字路口的中间徘徊 所以新的选择 将会带领你走向更好的方向 不要害怕改变哦 水平座的朋友 本周你似乎和工作恋爱一般的 全新的同步事业 你的努力在本周将有机会 让女性主管暂时哦 变动星座有 双子处女射手跟双语座 双子座的朋友 又生出了想要变动的心 但是新的想法 即代表了灵魂想要进步的渴望 记住滚石不升台哦 处女座的朋友 与海外贸易交流的几率大增 本周事业上有重大性的突破 请把握机会 射手座的朋友 思想光明 世事都顺遂的一周 新生的灵感将能带领你 走向成功的大道哦 双宇座的朋友 你陷入了似乎想要独处的感觉 那是因为你的灵魂 想要突破现状 不过身旁温柔的男性贵人 将能够帮助你 给予你温暖的支持的力量哦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 TVHS 一天九台 一天九台 不… 双宇庙 不…